一点担心归地府 满腔好气上天亭 自甘有意轻生死 流芳千古 逞京中 这是上回书啊 最后的收场事 因为正说到汤怀自吻殉国 这段书在京中说阅这套书里啊 当然是一段悲书 但比之前的高崇挑活车 杨再兴勿走小商河 比这两段来说呢 他的知名度啊稍差着这么一些 而且汤怀这个人物呢 相对来说也没那二位知名 首先来说那二位是名门之后 那是一个是高家的后人 一个是杨家的后人 是不是 这正说到护阳高正四大家 水浒呢是呼家 这说阅这套书里呢 这两位是高姐跟杨姐的后人 所以说都是大宋朝的开国元勋 汤怀不一样 汤怀 说白了 就是一个地主 他们家地主阶级 土材主 但是因为呢 这个几位元外 把岳飞母子救了 他们这几个孩子呢 跟着岳飞一块儿习文练武 到后来岳飞当大元帅 这几位呢都是麾下的将官 相对于王贵 张显 牛稿 这几个人而言 汤怀的武艺啊 稍差着这么一些 这也是说越全传原文所写 这个人武艺平常 不是说以武艺赢人的人 但是呢 他最像岳飞 遇见事情的这个谨慎 小心 故事周全 在这些方面 汤怀跟岳飞很是相像 所以说呢 岳飞不在的时候 汤怀是代理元帅 但这回呢 因为钦差张九成 奉圣旨 到北国五国城啊 去看望二圣 圣旨上写得很清楚 命钦差啊 这位新科状元张九成 一个人去 可有一解 张九成是个读书人 那手无腹肌之力 或者说 不无一用是书生 这个人 你说让他闯 金兵大营 到北国去 不太现实 所以说得有人保着去 岳飞这一问 何人自告奋勇 愿保钦差前往 汤怀讨令 那么在岳飞看来呢 那汤怀 保着张九成 过了金营 这一文一武 继续 再往北走 也就是说 汤怀得起到 保护钦差的重任 岳飞是这么想的 所以岳飞 没往心里去 认为汤怀去 他还觉得很放心 因为汤怀 是会办事的人 把这件事 交给汤怀 那再好不过 您说让牛稿去 让吉青去 这岳飞倒是放心不下 让岳云去 让何云庆去 让严成方去 让这些小将呢 岳飞也有点担心 所以说汤怀 是不二之选 就这样 岳飞也没多考虑 汤怀 保着张九成 到 翻兵大营这 金屋珠呢 很仗义 一听说奉旨 到北国去 那我让你去 反正你到了北国 你也回不来 我父王老郎主 也得把你们扣去 金屋珠呢 很有自信 所以说 就放他们过去了 等穿过金兵大营了 张九成好心 张九成一琢磨 我这趟去 这是苦差事 这跟一般的钦差 出去可不一样 高头大马 八台大轿 远街进营 那多气派啊 我这次去 就如同昔日的 苏武牧阳啊 这不是好差事 去北国 十有八九 我这命得送了 所以说呀 张九成也是好心 不让汤淮陪自己去 两军对垒 正是用人之计 您在这儿多好啊 哎 再者一说了 圣旨上写了 是叫我一个人去 您哪 不用陪我去 哎 我自己去 也就是了 再者一说呢 金屋珠还派了个平章 上回书咱给您说了 叫尤虎鲁 拍这平章呢 哎 保着张九成 到北国 你张九成 他是南朝人 啊 也不认识 我大金 哎 得有个向导啊 所以说呢 张九成想的呀 很是周全 替汤淮想的 怕汤淮跟自己 去北国受苦 汤淮呢 点头可就答应 可没想到 两个人这一分别 就是勇爵 张九成也没想到 汤淮回不去 汤淮自己心里有数 知道金屋珠能放我们过来 断不可能再放我回去 那金屋珠不成傻子了吗 哦 金兵大营 改菜市场了 任你出入 那哪行啊 所以说 汤淮 怀了必死之心 这一闯营 果不其然 以汤淮的武艺 那想闯过 金兵数十万大营 谈何容易 最后 汤淮万般无奈 叫自稳训国 上回书给您说的 就是这一段 那么这一段书呢 说白了 汤淮这死啊 跟岳飞没关系 因为岳飞以为呢 他们一文一无 得去北国 跟张九成也没关系 这钦差读书人呢 他没经过这战场 不知道战场上这些事 哎 他也是好心 怕汤淮跟自己啊 去北国受苦 那这又不赖岳飞 又不赖张九成 他赖谁呢 也不能说赖他自己 到这份上了 断然不能说 归降大金 是不是 虽然说归降 能保住自己条活命 那汤淮 那跟岳飞 那可以说从小到大 长起来的 那深得岳飞的精髓 所以说汤淮也不可能投降 这段书就是这样 谁也赖不了 您说赖说书的 那更不可能了 对不对 给您把这掰开了揉碎了 讲明白 我这义务也就尽到了 所以说这事呢 汤淮最后只有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以身殉国 您要回去看说越全传原文 这就是评书啊 跟原著的区别 有的时候我们啊 得按照原著书 不能更改 说岳飞岳云 最后父子惨死封伯廷 这我只能按原著书 我不能说好 到封伯廷这 岳飞一时洪荒之力 把榜生正开 好 杀了秦货杀王室 大快人心 您听着是高兴 不可能这样 对不对 整个把这书就颠覆了 所以说这不可能 那么有的地方 那原著 评书就不一样 就拿这段 康怀逊国来说 你要看说越全传原文 这写的 您就觉得可气了 康怀请英 跟岳飞这说 我去 岳飞一听 泪如雨下 贤弟 好生去吧 什么意思 岳飞岩知道你要死了 去吧 放心 后边事有我 这就是潜台词 诚心呢 就把汤怀 往湖口里送 哎 汤怀 跟大哥 跟众位将军 告辞 这一走 好 岳飞 眼面回迎 啊 默默无语 两眼泪 没后边那半句啊 那就岳飞知道 苍怀死了 那像什么话呀 一个头磕在地上 结义弟兄 岳飞见死不救 成心让汤怀死啊 那就不是岳飞了 岳飞这个人物 就有问题了 所以说 这不能按原文说 原文就等于 岳飞明知 汤怀这一去 是死 而不救 所以说 这一件事啊 就得说成 岳飞不知情 张九成 出于好心 万没想到 最后把汤怀 逼到这份上 不然的话 汤怀这回来 岳飞能不派兵救吗 岳飞怎么着 也得派各路人马 搭救汤怀 怎么着 也得把汤怀救回来 所以这事啊 岳飞不知道 这样一来 汤怀允命 这一死 有金兵禀报 四郎主乌珠 乌珠这一听啊 扼腕痛惜 乌珠一看 这南蛮啊 还是中的多 尖的少 真正能屈膝投降的 寥寥几个 大部分都是这个 那 尖真不屈的 好吧 把手记 高挂在原门之上 尸身掩埋 这边呢 有宋兵看见了 好 再到大仗之内 禀报岳飞 岳飞不知情啊 那自然哭死过去 醒过来 岳飞 很是感慨 感慨什么呀 汤怀 跟随自己 戎马这么多年 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到最后 落得这般田地 皆是被 凡人所害 这笔账 得记得金乌珠投上 这笔账 得记到大金投上 我呀 势必 要把金乌珠 置于死地 也就是说 把大金 赶出中原 这才能为 我贤弟 汤怀报仇 岳飞这边 率领重将 遥香祭奠 暗下不表 金乌珠这边呢 跟军师哈密赤 也很感慨 感慨汤怀 忠义之行为 书说简短 几天呀 过去了 猛然间这一天 金乌珠啊 正然在仗中 跟军师哈密赤议事 猛然间 有金兵来报 启平郎主 二殿下道 哦 乌珠一听 面带喜色 好啊 宣 说了一声 宣 时间不大 就听帐外 脚步声音响 迈大步 腾腾腾 有个人可就来到 中军大帐以内 率案之前 公身失礼 父王在上 臣儿见父王有礼 哦 王儿来了 来得正好啊 正好 祝父王我 一臂之力 书中交代 来的是谁 金乌珠的义子刚儿 二殿下 完宴乌鹤龙 这位这一出场啊 说月全传上 有个开脸 有个小的描写 这个描写呢 不是咱们通常用的附赞这种形式 只不过是几句话 但是这寥寥几句话呀 把这位二殿下完宴乌鹤龙的形象 他就勾勒出来了 首先来说 二殿下完宴乌鹤龙 年方16岁 16 哥现在说00后 2001年生人 哎 今年16 别看岁数不大 呵 身高九尺开腕 已然是成年人的身材了 肩宽背后 眉清目秀 更重要是什么呀 说得很清楚 这位有双枪之能 这了不得 一般人 咱说这位 将冠使枪 好 跨下马掌中枪 一条枪 足可以了 这不 这位是掌中双枪 左右开弓 两条枪 而且啊 说了 这整个这个描写最后这两句 可探南朝 吴英雄 北国军中第一人 说这原小将 以他的本领 以他的啊 英雄气概 南朝没有 没有这么一位 可在北地 在北国呢 哎 他是number one 他是第一个 了不起 那么另起来 他为什么叫二殿下呢 一位大殿下 是金蝉子 乌珠 他们哥五个 大哥叫年罕 前文书咱说了 金蝉子就是年罕的儿子 长子之子 金蝉子 岁数也最大 在这一辈里边 他是大殿下 接下来那几位呢 有儿有女 但基本上说月全传 这书没提 咱也就不给您介绍了 所以说 金蝉珠收的这位 义子干儿 完颜乌和龙 他排第二 所以他是二殿下 等于是一个大的排行 他排第二 完颜乌和龙的母样 可是南朝人的母样 但是呢 他的名字 可是金人的名字 哎 叫完颜乌和龙 啊 不如姓张王李赵 但是他这母样呢 眉青木秀 齿薄纯红 长得很漂亮 很帅 是南朝是中原人的模样 被金蝉珠收为 义子干儿 义儿干殿下 完颜乌和龙来到帐中 见金蝉珠失礼 金蝉珠喜出望外 哎呀 王儿啊 你 怎么这么半天才到 啊 父王我 已然来此多时了 我推算着 你前些天就应该到 父王 有所不知 成儿啊 这头一番来到南朝 一路之上 贪看景致 尤其啊 是到了陆安州且进 我这一看呢 似曾相识 好像 一夕在梦中 来过此地 哦 这个 而啊 陆安州那个地方 不去也罢 啊 这南朝风景甚好 哎 过了黄河 啊 再到长江 哎 这南方的风景啊 好 上有天堂啊 叫下有苏杭 哎 日后啊 你到了苏杭之地 那地方更能让你流连忘返 是啊 王儿我也听说了 苏杭这地儿是不错呀 可大宋皇帝 不就在临安吧 哎 父王啊 据王儿想 您大军长驱直入 按说现在 已然 践踏临安 活勤大宋皇帝啊 您怎么还在这儿待着呢 此地 不是河南吗 啊 这地儿叫小商河呀 我听说 这 离临安 可还挺远的吧 金屋珠一听 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要但凡能到临安 我能在这儿待着吗 我不到不了临安吗 儿啊 有所不知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金屋珠就把 大兵来到此地 杨再兴 以一敌四 立条 薛里花南 薛里花北 薛里花东 薛里花西 然后才被乱剑 村深 就到不了临安 而我不信 这样 父王 而看天色尚早 这样 我来了 别闲着 我带领一只人马 出营讨战 我打上一仗 您意下如何呀 哦 王儿 一路辛苦 是不是略作险 父王 我年轻 这点路程不算什么 料也无方 好 那既然这样 给王儿一只令剑 祝愿你七开得胜 是马到成功 多谢父王 再看完颜 乌鹤龙 伸手接令剑 卖大步 腾腾腾 来到中军帐以外 早有手下军兵啊 牵过坐马 完颜 乌鹤龙 班安任凳 乘跨 雕安 就带领啊 自己带来这本部人马 撞出大营 过小商河前来讨战 这边送兵得报 报尽率仗以内 他怎么报的 说启禀元帅 大金有一员小将讨阵 这就是探马 按说 就这句话 直俩嘴巴 这叫什么 这叫探视不明 这还用你报 谁看见也能说出来 这是元小将 他十六啊 他不是六十啊 他六十就说这是老将啊 谁都知道这元小将 那这人是谁啊 跨下马掌中神兵人呢 全没跟岳飞说 岳飞呢 没当回事 一听一元小将 也不知道这干嘛的 岳飞啊 也没太往心里去 哪位将军讨令 前去一战呢 话音未落 武将班中闪出二人 元帅 末将兄弟不才 前院 林李 岳飞 顺声音观桥 说话者非是旁人 在自己帐下 也位居副统治之职 说白了 就是两元副将 亲兄弟哥俩 一个叫呼天庆 一个叫呼天宝 各位 姓呼 不姓呼焰 呼焰是父姓 所以您说高阳 呼正四大家 呼在第一个 一般来说都是呼阳高正 那这呼实际上是指着呼焰 它是一个父姓 但是说书的简称 就说呼了 他话说回来了 后边要是个单字啊 不能省略 您不能把那言字抹了 呼言说 好听 呼说 不好听 呼言庆 呼言平 这到呼家将里 这是很勇猛的两兄弟 你说叫呼庆呼平 那坏了 整个人 您把人姓给改了 但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书一人 为了说出来啊 顺嘴 也让大家观众听着呢 好听 就后边如果是两个字的时候 也就是说连父姓 带名字 加起来是四个字 这样 把那焰字 给抹了 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这位双王 本来父姓呼焰 双鸣批显 但是您听说书 没有叫呼焰批显的 都叫呼批显 就把那盐字抹了 为什么 这我也 没问过这老先生 哎 因为这好多老先生 我也没赶上 但我那么估摸着呢 我估摸着老先生啊 怕让观众误以为啊 这是日本人 哎 怎么四个字的名字 那时候观众 文化水平相对又低 不像现在 咱现在 观众文化水平很高 啊 比说书的知道还多 所以说呢 过去呢 听书的人呢 哎 这个 各种行业都有 尤其那是一些 中下层的一些 劳动人民 他以说书啊 听书啊 作为一个消遣 所以说呢 说书先生也怕说出来啊 这些人误解 可能有这么个意思 这反正四个字 说出来呢 也不太顺座 您听说乎咽辟贤 这说出来就有点别扭 干脆把那咽字抹了 就叫乎辟贤 但如果后边是个单字 这父亲人一定不能抹 这二位呢 就姓乎 不姓乎咽 哥俩 当初山都卧牛山呢 占山为王的山大王 后来 保了岳飞了 前文书咱也说过 呼天庆 呼天宝 老弟兄二人 哥俩呀 自从归降岳飞 多少历过点功劳 但是呢 不大 今天这一听 一员小将 讨阵 哥俩一琢磨 这是便宜 哎 小孩啊 这我们俩出去 手道琴来 这立下大功一见 日后 我们也搏个风气 尽子 也不错 所以哥俩认为这是便宜 哥俩这一逃阵 岳飞一看 好吧 那就 二位将军 多加小心 元帅放心 喝 哥俩满目在乎 来到大帐以外 搬干任等 城化雕安 哥俩每人一口金被砍山刀 呼这哥俩呀 一人一口刀 带领本部人马 撞出大鹰 双方对垒 呼天庆 呼天宝 抬头观看 一看对面 这员小将 说越全传 原文上写 就算这哥俩 没把 小将当回事 但是也是暗暗喝彩 为什么呀 完颜乌鹤龙确实漂亮 头上官 是紫金 二龙窦宝 玉香淫 千锤打万锤针 能功巧将 费尽心 至极委 晃纷纷 林林英风 更逼人 待他能撞 英雄胆 保家卫国 是扫烟尘 黄金甲 四龙林 耀眼夺目 冷森森 梨花线 梅花纹 酒吞拔岔 是逞精神 护心静 四月轮 光闪闪 能照人 不怕枪来 不怕棍 刀砍剑射 不伤身 大红袍 内里衬 石蛮带 技征裙 佳人才 巧女真 苗龙汇凤 秀麒麟 大将穿上 真好看 人才平天 十二分 跨宝刀 龙林吞 长斗 三尺 零七分 切金断玉 吹毛刃 大将配他 是一抄群 枪一对 掌上存 亮又亮 陈又沉 好意思 蛟龙 刚出水 又哑在过 怪莽 大翻身 跨下马 赛麒麟 四翅探 如红云 浑身杂毛 无半根 上得南山 赶豆虎 下得北海 把龙琴 追风赶殿 还贤慢 是日行千里 驾降云 宝马可遇而不可求 万两黄金 无处寻 连人 带马 威风凛 好意思啊 是熊熊烈火 趁童云 若问来将是哪一个 完颜乌鹤龙的威名 赞大金 说到完颜乌鹤龙了 必须要给他开个脸 这个人物了不得 到后文书 还有更精彩的表演 而且这个人物 在这套金钟说月里 打仗开始 今天是第128回 完颜乌鹤龙出世 您什么时候听到 说月全传 说到最后一回了 虎骑龙被 双百岁归天 牛搞死了 金乌珠死了 他还活着呢 所以这个人呢 是从现在到最后 整个贯穿后到说月 的一个人物 非常的重要 自然要给开个脸 好看 又年轻又漂亮 母艺不用说 刚才咱说了 就从上到下 这达巴 就不是一般人 但尽管如此 呼天庆 呼天宝 哥俩在马上 这一瞧 好看是够好看的 方才我听说 他是金乌珠的儿子 二殿下 怎么不像呢 金乌珠的母人 怎么生出 这么个漂亮小孩来呢 不像 再者一说 这是南朝人的母人 不像大金的人呢 这哥俩呀 是满腹的狐疑 这时候呢 完颜乌克龙 把双枪在掌中这一分 来将 通名报庆 呼天庆 瞧瞧呼天宝 呼天宝 瞧瞧呼天庆 呼天庆使了眼色 贤弟 你上吧 好嘞 呼天宝一催坐下马 掌中金背砍山刀 来到两军江场 金背砍山刀在掌中的疫情 爸 你家将军副统治 呼天宝是也 你 就是什么完颜乌鹤龙吗 二殿下一听 一瞧 不错 正是你家殿下 你呀 我不跟你打 你回去 换越南蛮 本殿下 要站的是越南蛮 不是你 嘿 呼天宝这一听 娃娃 台包未退 乳秀未干 就凭你 小小年纪 啊 也敢跟我家 元帅一战吗 你充其量 你不过是个小孩子呀 哦 你敢瞧不起 小孩子吗 跟你说 那小孩子 可是几辈古人呢 古人 I don't know 你不知道 那好 我说说 你听听 在 下大书 这段书 您各位比我死了 我在您面前 算班门弄斧了 汤汤汤 好 完颜乌鹤龙 尤打文彦博说起 那你说他敢 那当然了 我这书是南宋啊 哎 人家那是北宋啊 一点您跳不出毛病来 尤打文彦博 说的司马光 啊 孔荣啊 十三郎啊 黄香啊 刘燕啊 甘螺呀 最后周瑜 汤汤汤 那周瑜 也算小孩子当中 只可一手 这呼天宝 一听 行啊 这打金的人 精通我中原文化 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了如指掌啊 哎呀 真当刮目相看 呼天宝这一愣 完颜乌鹤龙 瞧了瞧他 怎么样 你不会吧 回去 我要站的是越南蛮 你换他来 呼天宝气坏了 左一个越南蛮 右一个越南蛮 我家大帅 也是你叫的吗 呼天宝不服 一催坐下马 掌中金顶砍山刀 来到且近 不由分说呀 大刀直取 完颜乌鹤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这位二殿下 乌鹤龙啊 不着急 不着慌 瞧着这金背砍山刀 也不招见 也不躲闪 这呼天宝一下可愣了 呼天宝这一刀 已然下来了 在他以为呢 要么躲闪 要么双枪招戒 一瞧这 怎么没动静啊 这一漏 坏了 招数时老 您看 江场之上 咱说很慢 得给您交代清楚 但实际上这打呢 打闪认真 这一下刀到了 这位赶紧招戒 乌鹤龙呢 瞧着这刀 这一下把呼天宝啊 弄懵了 呼天宝这刀 一言下来了 招数时老 再想变 变不了了 如果说 乌鹤龙 提早准备 甭管是躲闪也好 招架也罢 呼天宝呢 还有余地 有什么余地 有变招的余地 一看 哦 你动了 那我变 可这位乌鹤龙二殿下 一不动 呼天宝 毛了 这一毛 招数时老 这一刀 只能下来了 乌鹤龙看着 一看 这刀啊 离自己顶梁 说夸张点 就差那么一头发丝 一高人胆大 猛然间 左手枪勾开了 呼天宝的大刀 右手这一枪 往前一地 一合未走 枪挑 呼天宝 呼天宝 太轻敌了 小孩 小孩 你惹得起吗 您常听评书 评书里 小孩 老头 和尚 老道 尼谷 女将 都不好惹 但凡出来 就有过人的地方 你拿着 十六岁 搁现在来说 也算成人了 不能算小孩 只不过是年轻而已 你拿他不当回事 行吗 比他再小 哪吒出来 你拿哪吒不当回事 夜吒不拿的当回事 完了吧 龙王拿的不当回事 夜完了 哪吒多厉害 乾坤圈混天灵 脚底再蹬一车 您琢磨 好 你瞧不起他 红孩儿小 你瞧不起他行吗 张嘴就是火 所以说不能瞧不起小孩 呼天宝 这回吃了大亏 这亏吃的 把命都送了 完颜乌鹤龙 枪挑 呼天宝 呼天宝 尸身落地 大刀哒啦啦 坠于尘埃 呼天宝一看 急了 那是自己的 兄弟啊 好家 呼天宝 一催坐下马 掌中也是一口 金杯感人的 上来二话不说 对准 乌鹤龙就是一刀 乌鹤龙这回 双枪招架 还真不错 呼天宝啊 在乌鹤龙马前呢 走了四个回合 不含糊 比他兄弟强 但最后 结局是一样的 乌鹤龙一枪枪挑 呼天庆 就这样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忽视弟兄 双双丧命 这二位 义奶的同胞啊 有个大小 呼天庆 比呼天宝 大两岁 应了那句话了 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 同日死 这二位算是 同一天归位 哎呦 跟着出来 这人马一敲 完了 回到大仗以内 禀报岳飞 岳飞吓坏了 真没拿小将当回事 两元副统治 呼天庆 呼天宝 多少 也有几何勇战呢 出马就完呢 看来 不可等闲是之 岳飞 这一加上小心 加上低风 看了看两旁 岳云 严成方 何元庆 张献 四人听令 在 四元大将 闪不出班 岳飞说了 看来 这元小将 非一人能敌 本帅 派你们四人 前去 林里 教你们一个法子 你们四个人 要用仿车阵 岳云一听 仿车阵 您这 点出自何来 这是我跟宋公明 小的 哦 是是是 那是说赶上 那是我这书是南宋 对不对 水浒在越转前头 岳飞自然赶上了 那岳飞不知道 那周童也得说 对不对 周童是岳飞 义父 又是卢军义临宠的老师 对不对 那梁山的事 瞒不过周童 岳飞肯定知道 岳飞一听 副帅何为仿车阵 就是车轮战 您说车轮战不就完了吗 还费那么大周折 仿车阵 明白了 您放心吧 想古不用中锤敲 一句话 全明白 这四位 来到帐外 各自上马 到营外 来战二殿下乌鹤龙 岳云看了看那三位 贤弟 哥哥 叔父 何元庆 辈儿大 别看岁数比岳云大不了多少 何元庆跟岳飞一个头磕在地上 所以岳云得管何元庆 叫叔父 这边呢 严成方是结拜兄弟 张献子 比岳云大 所以说呢 一个兄弟 一个哥哥 一叔叔 岳云一看 说您三位呀 稍安五躁 我呀 算一路 我是大一路 好 你走长安街 大一路 好 先看你 我一路 贤弟 一指严成方 你二路 二路 二路也走长安街 对对对 你来这二路 好 叔父 您哪 来这三路 三路 三路走西站 哎 没错 哎 您来这三路 哥哥 您传底 您算四路 怎么样 四路没了吧 别说这上去 四路那叫取消 哎 您算四路 您传底 您看怎么样 好 就听你的 岳云这边分配以臂 岳云投一路 胯下赤兔马 掌中一对雷骨 梦金锤 岳云上来了 两个人双方对垒 岳云也看乌鹤龙 乌鹤龙也看岳云 岳云一瞧喝 这小伙子长得够漂亮的 比我不在以下呀 他怎么就能是金乌珠的儿子呢 岳云也那这梦 乌鹤龙一瞧 对面也是一员小将 看岁数比自己啊 大这么个两三岁 不认识 对面来将 通名报姓 岳云把雷骨 瓮金锤左右一分 问你家小将军 非是旁人 岳云是也 哦 人的名数的羊 岳云这个名字 完颜乌鹤龙的耳朵里 早灌满了 那在金邦 没少听这名字 而且知道 自己大哥金蝉子 就死在岳云的锤下 想到此处 乌鹤龙双眉倒树 二目元征 哦 你就是岳云呐 好啊 今天 我倒要与你较量较量 要为我大哥金蝉子报仇 哦 岳云一听 原来你是金蝉子的兄弟 好好 光打一个金蝉子不算完 我连你一块了 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完颜乌鹤龙掌中 双枪一队 岳云掌中 是一队金锤 呵 双锤对双枪 这一 有意思 打得好看 听顶唐唐 两个人的履历 又差不多 一时之间 打了三十个回合 没分胜负 严成方一瞧 差不多了 三十个回合呀 这仿车阵 该起来了 哎 大哥 下去休息 看我这二路的 岳云一听 好啊 那既然严成方要来 我让给他 岳云须点一锤 驳马跳出圈外 岳云 退在一旁 严成方一锤马 掌中一队 巴朗梅花亮一锤 来到江场 通名报姓 跟陆文龙站在一处 陆文龙一瞧 呵 大宋朝的小将不少啊 都跟我这岁数似的 仿上仿下 也是一队锤 嗯 试试 这一打上 严成方也不白给 也跟着乌鹤龙啊 打了三十个回合 和元庆一瞧 差不多了 哎 我该上了 成方 闪退一旁 看我这三路的 好嘞 严成方 拨马往旁边闪 何元庆上来 何元庆掌中 是一队青铜窝窝槌 这一上来 陆文龙纳闷 怎么大宋朝 这么多屎锤的呀 啊 下级金锤换银锤 下级银锤换铜锤 喝 有没有铁锤 其实有 狄雷 在仗礼呢 这回没派他 不然的话 就是金银铜铁 扒的锤 大战 陆文龙 不提 但是说呀 何元庆望上这一来 乌鹤龙这一瞧好 又换一对使锤的 接着啊 又是三十个回合 张线一看 得了 我船底啊 四路没了 我也得上啊 张线 大喝一声 催马临敌 替下了何元庆 张线这一上来 陆文龙一看 暗条大指 为什么 张线也好看 张线这岁数啊 二十多岁 正是好岁数 而且呢 掌中一条虎头造金枪 这枪啊 顽口粗细 真不比乌鹤龙这枪啊 显得细 俩人这枪差不多 乌鹤龙就知道 齐逢对手 降与良才 恐怕今天我 遇见一个敬敌 乌鹤龙不敢怠慢 掌中双枪这一波 张线这边 把单枪施展开来 各位 继罗成 对定彦平之后 江湖之上 再现 单枪 对双枪 就在说越这套书里 那说呢 其他书里 有没有 也有 但 要满足几个条件 自然的条件 那 必须是 一个是单枪 一个是双枪 这不用说了 更重要的是呢 这二位都得有名 您这一提说 这是双枪的 您听着也生 一说这个 是一条枪的 您听着也不熟悉 那这仗打的就没意思了 隋唐 一说罗成 一说定彦平 大伙都知道 单枪破双枪 这有意思 这段书呢 这二位也有名 一个是二殿下乌克龙 一个是岳飞的孤雁张线 所以说这也好看 而且您要看 说越全传原文 写得好 一个叫藤蛟奔蟒 一个叫吞云土 这两个词用得好 藤蛟奔蟒 水里的蛟龙奔腾开来 怪蟒大蟒 飞奔而动 这边呢 那就是更是龙了 喷云土雾吗 所以说上山龙 遇见下山龙 这两个人打的好看 单枪碰双枪 单枪对双枪这一打 各位 说到这咱还得给您 多说这么两句 就是什么 就是双枪啊 自古以来 有这么几位名将 刚才提到的双枪老将 定彦平是一位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双枪将 定彦平之后 就是水破梁山 五虎上将之一 双枪将董平 东平府的兵马都监 现在还没说到 你要听到董平出世呢 那也得有个几年的功夫 慢慢听 因为到东平府 东昌府这 也基本上就到了 梁山坡英雄牌作次 所以说这是最后上山的几位英雄 双枪将董平 大伙都很熟悉了 定彦平 董平之后 就是这位 二殿下 完颜乌克龙 真名实姓 您各位也知道 我就不说了 刨出去这几位 再说评书里 是双枪的名将 那就得数一位老太太 大石桥前除叛徒 老太婆下山结行车 你要听这快本书 这是最后这两句 双枪老太婆 那是使双枪的名将 记这老太太之后 那就得说是润发兄了 润发兄这双枪也不错 你说是这双枪 甭管怎么说 反正也是双枪 左右开弓 这也就叫暴力美学 据说这个 吴玉森老师创造的这个名词 所以说 使双枪有这么几位 那么最厉害的 这套书里 自然是这位 二殿下乌克龙 张县大战乌克龙 两个人也打了 三十多个回合 没分胜负 岳云一瞧 访车阵 访车阵 该过来了 这轮过来又该我了 想到此处 岳云刚要上前 这边金乌珠 一言得报了 始终 有金兵小校 禀报四郎主乌珠啊 说岳云上了 严成方上了 何元庆上了 张县上了 一开始 乌珠没当回事 后来乌珠也醒过船来了 这不车轮阵吗 喝着岳飞 四个打我儿一个 不成 传令 明进 苍郎郎 金声响亮 传到两军江场之上 完颜乌克龙的耳中 二殿下一响 也差不多了 我一个人 一敌四 没落下风 何况在这之前 还枪条两元宋将 我今儿这脸呢 露得可以了 所以说 完颜乌克龙 须点一枪 张县 我家父王明金 我呀 得回去了 暂且留你这条性命 明日再战 战场之上有规矩 闻鼓则进 明金则退 所以说 您看这句话 闻鼓则进 这好说 敲这鼓 战场之上 一听这鼓响 就如同号角一样 您得往前冲锋陷阵 但说到这明金 有很多位过去老先生 说这个锣 其实还真不是 明金呢 这金一定不是锣 是针 不是这个 咱们说现在说 谈鼓针这针 不是这针 是过去行军打仗 专门有一种乐器 叫针 就是金字边 加一个正方形的正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针字 就是指着金 它呢 跟罗也不一样 它相对来说像钟 但是呢 钟呢 里边有个舌头 它没舌头 它呢换作一个长柄 所以说拿着这针呢 是这么拿的 也是竖着拿的 就类似于边钟 那个意思 然后也有锤 这锤一敲 当当当响 类似于呢 罗 但是呢 跟罗可不一样 不是一码事 所以说这不能说成 名罗 所以这一定是名正 正就是金 金就是正 正声响亮 完颜 吴和龙听到耳中 跟张献 两个人 各自跳出圈外 吴和龙 收兵回阵 叫边敲 金邓响 奇唱 凯歌 环 这边 岳云 他们四位 三不大眼 人家那边 又敲得胜鼓 又吹号 挺高兴 这边呢 鸭目敲惊 鸭雀 无声 回来了 你说什么叫 鸭目敲惊 这也是北京话 就是鸭目雀净 鸭雀无声那鸭 默默无语的默 麻雀的雀 安静的净 鸭目雀净 但没人这么说 所以这口语 就是鸭目敲惊 回来了 到帐中 见大帅交令 这一说 没打过 这二殿下 挺厉害 不次于当初的金蝉子 岳云这一说 岳飞一听 这么厉害 哎呀 好 今日天色已晚 暂且暗泻明日在意 一夜无书转过天来 完颜乌克龙啊 昨天一战得胜 自信心满满 第二天又来讨敌骂阵 岳飞一看 派别人不放心 哎 你说派谁去 派牛稿去 这四位都打不过 牛稿能行吗 岳飞一想 我是大元帅 我也不能轻易动 干脆 还你们四位吧 还是他们 四元将 岳云严成方 何元请张献 这四位转身刚要走 一旁闪过一将 元帅 末将不才 愿坐第五路 我来这五路怎么样 我来这五路怎么样 岳飞一瞧 五路好啊 走得上门呢 哎 这是有点的呀 好啊 一看飞是旁人 谁呀 俞化龙 岳飞啊 暗自高兴 知道 俞化龙 俞将军 智勇双全 而且他厉害之处在于 善打暗器 这是别人不具备的 您看那几位都挺厉害 没有暗器 说会打镖 会打石头 会使红锦套索啊 没有 那是胡三娘的 这四位都没有 但俞化龙这一请英 岳飞有底了 因为俞化龙 善打金标 岳飞点头 俞化龙坐第五路 等于是五元大将 出得迎来 之前这几位 不用赘述了 还是仿车阵 车轮站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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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张线这打了三十多个回合 俞化龙一看我该上 俞化龙这一出阵 替下张线 俞化龙一瞧 来的这元将又威风 比张线首先来说岁着大 张线海下无须 二十多岁 俞化龙呢 跟岳飞搬上搬下 现如今已然是三缕莫然 吴和龙不敢怠慢 知道岳飞仗下 能人一世甚多 双方各自通名报姓 两个人是站在一处 这一打上 吴和龙按条大指 宋将渔和龙 名不虚传 这名字起的就好 渔能变化成龙 听我这名字 吴和龙 不如人家这渔和龙 双龙对阵 也是三十个回合 岳云呢 这边刚想要上前 替下渔和龙 渔和龙这时候 可也就知道 那几位已然到了 渔和龙心想 我既然赢不了他 我何不以暗器胜他 想到此处 渔和龙虚点一枪 勃转码头叫落荒而走 渔和龙呢 催马就追 小将啊 作战经验不是很丰富 认为渔和龙打不过自己了 我追你 渔和龙催马在后这一追 渔和龙在前边跑 心中暗喜 你不追我 我没招 你追我 我就有办法了 书说简短 眼看渔和龙这马 可就已然追到且近 追了个马头 闲马尾 就在这么时候 再看渔和龙 早已然把自己的大枪 挂在鸟之环 得胜勾胜一伸手 游打怀中 撤出三只金镖 渔和龙善于打镖 今天要以镖 迎他 听得身背后 马挂轮铃声响 已然到了 再看渔和龙 再马上猛然接针 一回头 刹 三只金镖 上 中 线 打完颜 吴和龙三个部位 哪三个部位 顶梁 耿嗓 潜心 打这三个地儿 渔和龙这标 叫神标渔和龙 可以说呀 标一出手 没有空发 这回呀 他觉得 一定是稳操胜券 可没想到 他快呀 这位完颜 吴和龙啊 比他还快 再看完颜 吴和龙 虽然说这儿追着 眼睛 没错 眼珠 始终盯着前边 这渔和龙 渔和龙 刚一挂的大枪 完颜 吴和龙这儿 就已然看出了 哦 他要暗算 等他想到这儿了 三只金镖 可也就打出来了 再看完颜 吴和龙再马上 往后这一仰 使了个金刚铁板桥 就这一招 太快 吴和龙三只金镖 擦着 完颜 吴和龙这鼻梁骨 就飞过去了 受伤没有 要说一点伤没受啊 悬了 多少受了 那么一点小伤 什么伤啊 把鼻梁骨上的寒毛 拉下去 那么十几根 就这么厉害 不管怎么说 完颜 吴和龙安然无恙 再马上挺直的身躯 于和龙 还有几只镖 你尽管打 呀 于和龙一瞧 三只金镖 居然没打中的 哎呦 这便如何是好 于和龙 这一心惊胆战 不得要紧 各位 其他几位 包围圈 望上来 五元大将 大战 完颜 吴和龙 下回书 引出说越全传 一段快智人口的书目 谢谢各位 咱们下周再说 好 谢谢大家